整個文學期其實是上禮拜正期懂 所以你們是整個活動的第二場 是試試手提展遇的第一場 整個活動是在台北的 除了教有外很多的空間 比如說國家主管 想要昏露中心 各位手上的註冊都可以看 第十五頁 我們還有實時活動 會在這個地方 今年我們請到了一個國際奏家區 找紅光膽 大眾生活和嚴肅文學都非常有名 他的幾部小說改變成電影電視劇動員 《紫之樂》都很棒 也歡迎大家 現在應該已經開始暴名了 有場刺激犯沒有了 大家把握機會 我相信會讀書的你們也希望 在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就是文字正在上面 其實我相信整個在我們平常的戲劇 電影 音樂 繪畫中 文字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們不只是在植本人院裡頭看見了文學 其實我們在很多跨域文學和其他戲劇和藝術的結合裡面 我們也發現你最大的修復和文字的美感 今天我們其實我和你一樣帶著很高興的心情 因為他是我們心中 我們在文學界的小朋友 當年的小朋友 所以我剛才說你也這麼大的 他很顯得一才年輕 然後他也就是 其實他的始終年齡也有二十年 就和你們一樣用關心期待的心情來平靜下來 徐梅宜的演講 謝謝 謝謝文句達成社的副社長 那我介紹一下今天這位講者徐梅宜老師 那徐梅宜老師的他這個招派日記 來入國來進入生活是 那在我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上班的樂語 那我還記得今天邀請到徐梅宜老師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的徐梅宜老師他還說 他在高中時期就是因為他的交換日記 所以他跟他的同班同學 兩個人也無法投擲 然後彼此也在寫這個日記 然後我們每天做交換 但是他們這個清課事業裡面 非常值得記憶的一頁 那今天我今天看到那個徐梅宜的臉書 他說他早上四點多就起來 重新在準備他今天要演講的內容 因為他有點緊張 那也說明他的慎重 那我們也相信呢 今天我們這場演講 就會非常的豐富而精彩 那我們現在就熱烈的早上歡迎徐梅宜老師 各位同學好 那謝謝那個工社長的介紹 還有老師的介紹 其實我今天早上四點起來 並不是我今天四點台風自己準備 其實我前幾天就一直在心裡準備 然後我一整天都在準備 可是呢我很擔心就是說 嗯 因為我的演講通常都會陷入於那種閒聊 生活 然後呢我就想說我要來北英雲 一定會有一群那種眼睛旁瑞利的 會指出我演講因為不合 哪邊有那種矛盾不合的國籍 或是沒有用的技巧 所以我就會很緊張 所以呢我就想說我今天一定要那種花樣 所以我就帶了我的iPad來 我是第一次用那個iPad去連那個去來做演講 因為我想說當場可以跨臉 可是我不知道會發什麼事情 所以堅持我第一次用 然後第一次就會很蠢這樣 那如果說用的那種不是很熟練 就請多一種包含 那其實那個我在想 就是我在寫交換日記的年代 就是那個你們的老師在高中的年代 那所以我很想 我想今天台下的同學 哪很多都沒看過的作品 那在我是最怕就是我在演講的時候 台下的人不是我的讀者 因為他們會不知道我的重點在哪裡 然後每次 所以呢我又準備了一個自我介紹 但這個我的自我介紹很重要 它會牽扯到後來我為什麼變成一個母根文的作者 那這跟我本人的個性有太大太大的關係了 那怎麼講呢就是其實我是一個很會做這種介紹的人 我從小學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小學的時候在想什麼 其實我小學我絕對突然想說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我是一個 你知道小學嗎 可能我們的小學可能還沒有什麼星座什麼的 像我兒子現在十歲 他們每天都在看星座 然後有時候去你知道白鳳公司 它會有那種電子螢幕 然後我試著做 然後怎麼樣閃過去 它沒看到 就媽媽我沒看到嗎 你幹嘛知道是什麼這樣 因為它是 它想要上進班是不是 然後我就說可是你今天看的事就知道嗎 你為什麼要跟星座來定位你自己 然後可是小學的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你需要去定位你自己 我小時候就常常覺得說 其實我很害羞 可是其實當我跟同學在一起 我又是一個很好笑的人 所以我在我常常問我自己說 我到底是一個婆婆的人呢 還是我是一個內向的人 就問題在我的小學高年級的時候 就是不斷的影線 然後一直到國中的時候 到國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了就是 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一定要確定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呢 我到學校去我就說 我今天是個 告訴我自己其實學妹 你是一個很沈默的人 好 因為同學要講話 也是你們不想跟他們 你是一個很沈默的人 我今天就要沈默去學校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個沈默又有內向 你去家早上就是乖乖乖做的 可是每次一到中午 就馬上便當拿著 留院朋友坐在一起吃 我又變成一個很活潑的人 那所以我就想說去不行 你不要假裝 你不要假裝你內向 其實一直很想要跟他聊天 所以呢 也許我是一個活潑的人 我應該放開我自己 我一定要放開我自己 所以我就很活潑的去上學 所以我每天都是在輪迴這種東西 現在只是覺得 我自己應該是很溫學的人 我讀詩 我要背起來 然後每天就是睡午覺的時候 就一定想要寫什麼心事 然後呢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不是不是 我是屬運動型的 我是喜歡運動 需要開玩笑 我是其實每天都在歡迎身分來生活 好 那所以我在小時候 就有這個問題 然後後來我 後來我決定就是 在我們那個年代還要考那種高度領考 還有拿取年招那樣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一想說 我不要 我一次只要考自己考就好了 考了高度我再考了 然後我決定要去讀專 就是我高度我考樣子 然後我決定要去讀專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那種讀書的料 然後呢 所以我在 我在什麼事情都很模糊的時候 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的時候 那時候我決定我自己 不要再讀討論 就只有這樣子 一個決定說要去讀專 然後那時候我就上了台北的試行 是我們班上的 其實因為我在國中讀的是那種好班 好班就是 每個人都要去讀高中 就像你們每個人都要去讀高中 然後我媽會說 我爸媽會說 女生喔 女生喔 就是屬於沒有氣質 我們去念高職啊 或我們但是沒有氣質 然後呢 可是我不管 我不管 其實我父母 他們雖然很傳統 可是在我很托職的時候 我想我應該是非常無事 所以呢 我就被我考上了實習 然後呢 上司機我就很快樂 因為每天啊 就是一年級 第二年級 廣播 三年級電視 四年級廣告 六年級 五年級咒語 然後每天就是 我從一開始我想要做廣播節目主持人 然後再想要當演員 想要搞劇場 想要副廣告 想要寫劇本 就是什麼事情都做 五年五尊之後出來 我還是不知道 就是說我適合什麼 因為 他會遇到我的能力 可能適合這個行業 可是我的個性不是嗎 這是 比如說我呢 比如說我 那時候我三年級 我就到國學 然後呢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 到台北那 班上的同學都是很厲害的 他不許萬年啊 幹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萬年是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買國來品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呢 就是 那個風氣 比如說我在那個 導工學電視 就是在講電視製作的這個 我是一個道歸 然後我就缺乏那種靶氣 你知道嗎 CAMERA 3 3號攝影機 TAPE 3 什麼什麼 就讓你不要很認真 然後我會很害羞 可是我喜歡電視 我喜歡戲劇 可是我害羞 就是我個性沒有辦法去承擔的 而且在班上的同學都比我 你知道嗎 個性都比我 壞胖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就是一個一個放棄 對 一個一個放棄 到最後呢 呃 是這樣 我是一直 一直到我20歲 都還在找 我到底是要做什麼 因為我的能力 就是說 不能說我的能力就是 特質 我的特質就是 我是不是有點重 然後 不像別人就是 音樂很好 但不會壞 我用的配搭 因為是賭場比賽第一名 可是我用的配搭 這樣去比賽 可是我並不是 就是說 因為什麼都有一點點好 所以就什麼都很好 所以其實在那種 什麼都好的狀態下 其實我對自己是非常 對 就覺得說 這個也比不過人家 那個也比不過人家 因為別人啊 他全部的精神 像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彈朗琴 他非常好 他就是專系的彈朗琴 所以他彈朗琴 變得很好 那我跟他一起學 我們都不錯 但是我又喜歡畫漫畫 然後看到漫畫 你也可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的漫畫 是跳舞 國舞鞋 國舞舞鞋 然後看到就可以把這個鞋 鼓裡都穿 然後就去拿破 我那個碎褲 那個裡面就發了一鞋 然後就是 隨便的那個漫畫裡面 就開始在那邊跳 然後我的同學 就不會這樣 然後就不認得太老氣 所以呢 只是我喜歡讀太多了 然後分割了我的時間 所以到最後變成說 我們一樣的同學 小學時候 國中時候一樣的同學 到最後人家都有一項 比你更好 然後所以我就羨慕這種很 焦慮 其實又害羞又自卑的方法 那 我現在要講 終於要翻到第二個 這是我真正我要講的自我介紹 其實 我在寫作 我在寫作已經這個困難 困 就是我在寫作 我從19 其實我是 19 我有 我的人生也分成兩階段 一個是在 就是1999 1999跟2004 這五年是我的混亂期 因為我三個月住台灣 三個月出吧 然後回來一陣子又 又存到一點錢 又去把 因為就很糟 剛剛那時候就是 談一個遠距離的那個 異國烈啊 不要嘗試 不是不要嘗試 你會耗掉 其實我一直在耗掉我生命中的力量 就好不容易可以存到錢 而且在1999年的時候 我剛好 我的漫畫 我的一切 怎麼講 就是有一點上回到的感覺 我好像要成為 可以一直專心寫書的人 的時候 我開始一直在花錢 然後呢 所以我必須要做 那種可以賺錢的工作 所以呢 我就 其實1999年之前 對不起我再起來 1999年到法國之前 不是畫漫畫的 等一下會講畫漫畫這一段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很錯綜複雜的 畫漫畫的之前呢 我是在流行音樂學 然後流行音樂的當中 我還接了很多雜念 就是流行音樂中 有時候這邊辭職的 我可能會去 我就是百貨公司 播音源 中藥店的那種抓藥的那種小姐 然後我先去七點 七點上班要先去打掃 中間他要幫老闆去拜一拜 你知道嗎 就是那樣子的 然後呢 我也當過配音員 配音員是因為 我的唱片公司 就是我在一個快要搞的唱片公司 然後老闆 那個主管啊 都沒有領到薪水 是我們這種一個月 好像一萬二的這種 那時候我的薪水一萬二 那種很低的他會輸我 然後主管那種上萬的啊 五六萬的他就不錯了 所以呢 所以主管都沒有來上班了 公司就這樣放下去 我們那公司還是 你知道出過疆域門的那種的 然後呢 就 所以呢我那時候就是 我帶來的歌手 然後上面都沒有主管 於是呢 我就開始自己 可是總是要進行嘛 那我那時候就是比如說有錄那個廣播節目 那個 那個廣告 電視廣告或廣播廣告 我們當初就花很多預算在廣播的廣告上 30秒 我就自己想廣告詞 然後呢 因為找一個播音員要3000塊 然後我幫老闆省錢 我都自己去一下 然後 然後因為我以前就是電廣播電視的嘛 所以應該要有的那種廣播的口氣 然後還抓得住 結果講講自己公司講到 別人花錢找我去講 所以呢 就是我也有一段時間 也是在做那種很奸猜的那個 婚約 那在流行樂圈裡面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企劃宣傳 然後偶爾寫歌詞 那 這有點複雜 其實我是廣播電視畢業的 但是我的個性不適合廣播 也不適合電視 就是我的個性不適合演藝圈 就是不適合那麼的直接的 而且那時候 要加入演藝就不是很可能 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尤其我不是 就是 反正就是在那時候是這個狀況 所以呢 我的同學有人進了演藝圈 但是我的個性不適合 那我就不小心呢 進了唱片圈 那這中間又一段故事 這中間又一段故事 我決定進去一段故事來稱藏你 好啊 就是 我剛畢業的時候啊 就是很圖嘛 就是 其實我們對什麼都不懂 像你們現在 你們有什麼不懂 然後我馬上就上網去Google 我就知道什麼東西 你們不懂 上網去問 就有可能有人會回答你的 那我們那時候 不懂就是沒有了 一定完全沒有 那我只知道說 我當初我在 我在古專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廣告 因為我喜歡 很巧妙的 短暫的 簡短的 東西 然後充滿了創意 然後我都會 我自己就是 我沒有什麼其他的來源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到圖書館把媒體本 跟廣告有關的書啊 影片啊 翻個單 所以那時候一新呢 一畢業就是 想要進廣告公司 那我要進廣告公司 可是我並不是學廣告 是學網絡電視 但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然後呢 我也不知道廣告公司 我是想說 哇 我覺得我可以設計廣告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 比如說你要賣 你要賣球鞋 你要賣什麼化妝品 我就覺得我有一個創意 我有很多的創意可以給 所以呢 我就決定我要去 應徵廣告公司 所以我就開始問啦 問到 某某某某的學長 他在一個日本的 廣告公司很大 在廣告那裡 派一廣告 在裡面當那個Agent 就是AE 就是 拉廣告的 然後呢 聽說做很久 那我不認識他 他還不認識我 我就自己做一份履歷表 那當然我的履歷表就是書 你知道 自己畫 那時候我們的履歷表 每個同學交出去的履歷表 都是一個表格 都是一個list 可是我的履歷表是一本書 就是我自己幫自己做一本介紹的書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我的圖文創作 但是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說 我不是這個科系的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些新鮮的 人家才看到我 那所以那時候我去應徵的時候 我就也沒有約 因為我不知道電話 那時候我沒有手機 也一定亂出現 然後 那時候我就是 進到那個公司 然後就有一個灰台小姐 我就說 請問婆婆婆在哪 因為我不認識她 然後 結果那個 那位朋友說 啊 那誰 我連他親密都會 啊 母什麼什麼 那個有人找你 然後就那個人 然後剛剛我那個學長 他正好要出去 他很忙 他去改一個 那個客戶的那個 的那種頻道之類的 然後呢 他看到我說 你要幹嘛 他說欸 你有什麼事嗎 欸 我有事 我要幾次要趕快走 你有什麼事找他一下 我說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那個 relief表 我很想要進廣告公司 我是你的學妹 是新的學妹 啊 你要去哪個部門 你要去哪個部門 他就跟你講 我說 設計部 事實上我是要去創立的那種 企劃部門 或是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我說設計 設計因為我想要設計 一個廣告 他就打開 果然我畫了一些圖 編排 然後美工那種 剪刀啊什麼這些 都很專業 他一看 設計部 台南 台南人 後來 他就趕快打開內線 欸 貴貴姓波的 設計部主委姓波的 貴貴 你台南的啦 別來面試啦 我要走 我要走 你出來了 他就走了 然後那個波主任 他就從裡面出來了 你台南的喔 你哪裡哪裡 我就說 我是台南市啦 他說 我將軍鄉啦 我要給他 你要這樣 我就說 我想要進設計部 設計部 然後他就看看 喔好啊 那你就先來 你就直接來那個 明天就來好了 就實習 但他有給我薪水 我想 實習 我記得我方走的時候 會領得好像三千塊 可是我一直去了十年 那 為什麼一直去 因為我隔地去上班 以後發現我走錯了地方 因為那時候的設計 那時候沒有電腦這種東西 那時候設計就是一個燈箱 一個燈箱 所以我進去那個辦公室是九個燈箱 九個燈箱 然後好像是一排是一組 然後坐越後面的就是越是助理 然後第一個等 第一個車上好像沒有燈箱 第一個就是被樹組的 這樣一組一組 然後呢 我就被分配到最後了 然後呢 我看每個都在割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這是美工 這是美工 這設計一個廣告 你想我要做的是一個創意 是我不能講啊 人家給我一個機會 我怎麼辦呢 所以很快的就有一個小 一個 一個那種大吉他走過來說 欸 新來的喔 那你會不會說黑白網稿 我就說 嗯 就是我看說不會 我就說嗯 然後他就說 那你把這個貼一貼這樣子 他就交給你 然後我就把他瞄旁邊 他不是這樣貼的嗎 其實我想我領悟力很快 我當場就在那裡做 然後呢 當場學那一秒拿到那一秒學 結果呢 當然很快的啦 就是手腳不利落還是會發現 但是發現我的那個是 一個就是拿一個父親 好像是父親上過畢業的 然後他在當兵 所以就每次在那邊晃 然後就很厲害 他就說 欸 你是哪個訣竅啊 我就說我失心這樣 然後我說我做錯了 然後他就說 拿來拿來我幫你做這樣子 所以呢 我在那邊就是跟著 我就發現 哇 廣告公司這邊有好多書喔 你知道嗎 其實廣告是這麼有趣 一個短短的文字 一個slogan 然後一個 下面有一個sub sub title就是有一個 一段句子 然後產品的介紹 然後有一個圖 這就是我想要做的 然後可是他們是怎麼做成的呢 原來是要有完稿 要有苗圖 那種還蠻還會去 我不知道那個男生是要追我 他就會帶我去苗圖室 那個黑黑的 然後就有一個燈光 然後我們在那邊苗圖 這樣子就是 然後就過了 可是在當中我又覺得說 其實這真的不是我要來的地方 我也不想讓人家付我這一種 我根本就是不在學習的信息 所以那時候我就聽說隔壁啊 有一個商品公司在證認 所以我就又拿了另外一份的禮定表去應證 所以我那時候就進了廠 從那時候就在隔壁 然後就在那個仁愛路圓環 你知道嗎 當時公司可以設在仁愛路圓環 心絕有充絕 自己人很不懂 但是對 我就說一下就 這個新書的就是有唱片 光美唱片 然後光美唱片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台語歌就只有 紅龍紅菜新緣啊 然後國語歌就是有 江玉恩啊 這一票的 可是 然後我去應證的剛剛是 光美唱片裡面的一個 另外一個小組 我們專門做創作藝人 我們做創作藝人 所以呢 我就被 我去的時候 我的面試 那我又拿了我那個 自己設計的東西了 可是我不是做 我不是學音樂 我不是學什麼 我是學廣播電視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宣傳 我不知道怎麼做公關 其實它是一個 他們要找一個宣傳跟一個企劃 然後我去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表現得很活潑 坎坎坎坎坎坎 結果我的那個主管就說 好 你適合做宣傳 其實宣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帶來歌手去打仗 我們去電視台 然後我訂影片 啊你好 這是我們的歌手 最近有一首新歌 那我比較熟 就說哎呀 我小魚我姐啊 怎麼樣啊 這就很好啊 那樣的啊 信長你送你啊 這一類的 可是這有在二十歲的我 根本就是認得了 根本就我不認識誰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等一下我喝一口水 我那時候啊 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老闆就拿了一個說 嗯 這是我們這張專輯 我那時候帶的 歌手跟女人 覺得不清楚啊 就是李明德 好像李寶奇 女人都不清楚 然後呢 但他們就是 就是老闆他們有一個說 你要去敲封告 中廣你要敲哪些 什麼你要敲哪些 那時候因為我比較冷 所以我負責是網播 然後我還不記得 我要打一通電話 給羅小魚 羅姐 我年紀準 李大哥的時候 我都要先拿一張紙 先在上面寫電話號碼幾號 然後寫的時候 是中廣嗎 你好 請幫我接第二什麼什麼時候 錄音棚 我都寫上去 然後 請幫我轉305 分機羅小魚 羅姐 都要寫下來 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 然後呢 在 在這邊 不在 謝謝 那我會在打 我是因爲相片的 誰誰誰 我都把那 akt comport 書狀圖寫出來 因為我怕 我會講漏了什麼 然後 就是很不放鬆 很不放鬆的人 然後呢 而且我甚至 我都是9點就去上班 可是那種高牌的宣傳 她不可以1點去上班 她都是11點 所以我才去 那我9點去的時候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開始聽廣播聽的 開始看報紙 你看我就覺得太老的成人真好 就是說不用當學生真好 當學生還要掃地不知道幹嘛 我們一當成人一到辦公室 你就坐在那裡 你就開始看報紙 然後把那個今天有什麼 什麼同家我們有什麼消息上去 就把它剪下來就做幾天 然後聽廣播聽到我們有播我們的歌 我們就記錄這樣子 工作多好 而且公司還有提供咖啡、茶 我就覺得上班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都得攤了 就是很賺的 根本沒有什麼 都是在學習 所以我那時候在超米公司這樣子 可是等到10點11點 那些比較大的宣傳會來上班之後 我就會很害怕 因為我知道 我就會很怕人家看出我哪裡有問題 所以我都會拿著這張紙 到位移室關起來打電話 所以其實我在做宣傳的時候 我做得很恐怖 因為不符合我的個性 不符合我的個性 可是我喜歡這個圈子 然後再來呢 可是因為不符合我的個性 那時候剛好公司遇到危機 你知道嗎 就是所有人都不管事 所有大主管都不管事 然後我們就是你知道 每天就是去公司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 我要去上弄稿 我的歌手沒有新聞稿 我的歌手沒有 我就想說 像我怎麼去推薦你 因為我沒有不爛的三寸子 我不太會講 我都不會social 所以呢 我就想說 要social的東西都寫好好了 然後我自己又做每邊啊 做什麼然後去影印啊 自己著色啊這樣 一張一張 今天要去中廣送五張 我就做五張貼上去 然後就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教我 完全沒有人教我什麼是企劃 但我想應該要這樣才對 如果我講不好的時候 我應該要這樣才對 就到我在貼那些的時候 我們公司就有一個 比較大牌的企劃來了 他就看理想說 這裡寫的啊 你說 對對因為那個 就是每次去都沒有資料啊 這樣 我覺得那很閃啊 每次就做這個自己寫 他說 還不錯 這樣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從那之後 我就被調到 我就變企劃了 就是 我就轉型了 就還是在那個 所以我就開始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歌手來 我們要研究他 他是一個創作型藝人 我們從他本身處罰 他是一個偶像型藝人 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個性 然後穿什麼衣服啊 化什麼妝 弄什麼髮型 找什麼攝影師 找什麼導演 所以 其實我那時候 接觸到的是 非常全面性的 非常全面性的東西 那包括市場的要求 比如說 我們任務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藝術性比較強 視覺衝擊性比較強 可是老闆就會說 不行 一定要看到臉 一定要看到臉 所以比如說 赵永華 對我講這個我都怕 就是扣漏我的臉 就是 總之我臉龄就很大了 就是 赵永華這張專輯 本來不是要用他的臉 但是老闆說新人就要用臉 所以就只好用一個很大的臉 所以你們可以去注意看 那個時期的專輯 只要是偶像明星 一定是一個大頭 背景是什麼 都明明是想是一個大頭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扯到很久的唱片 可是因為流行音樂就是這樣子 我在這個圈子 可是呢 老實說流行音樂啊 我又 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有一個 個性上有一個太嚴肅的東西 我會覺得說 我們做得太多包裝了 覺得這個歌手他本身也沒這樣 他上天台的話都是我幫他寫的 但是我去當歌手才會 有沒有 真的我老闆又問我說 因為我那個小時候很可愛 老闆說你要不要那個 可是我不是屬於唱那種 嘩嘩不出的那種 我不是唱流行的那種 我是天生很會唱的那種 然後是合唱版那種 所以就 而且我馬上 我進去馬上就知道 我有個性不是嗎 所以我還是做幕後 那總之呢 可是呢 如果我要做創作型的藝人 他本身已經很強了 你要加什麼東西給他 我就覺得我根本不需要加東西 根本不需要我這種 化妝師的存在 用他原本的業務出現就好 所以我在那時候 就有一種感覺就是 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然後呢 於是我就離開唱片圈 其實我每次都有那種 就離開唱片圈 我就想 我一定要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我的人生一定要投注在一件 有意義的事情上 因為我認識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直有意大利相親密的 雖然我的書 或者我的圖畫 這些都是看起來那麼的不正經 好像小孩子一樣不正經 可是雖然我內心是還蠻嚴肅的 所以我才會跑去學中醫 然後我那時候學中醫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爸 大家都知道我爸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學校老師 但那時候我爸還沒開始研究 那時候我爸雖然喜歡 但是他說服不了我 我還是比較提醒大牌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帶的藝人 裡面有那種大牌的藝人 江慧 那不是我帶的藝人聽說的 我怎麼沒有帶的 大牌的藝人江慧啊什麼的 張青光啊 他們都去五星街的 某一個中藥的那個 某一個醫師看病 我想那一定是很厲害 所以我就先去看病 然後看病就會爬慢 每三天都要花一千多塊 你知道嗎 在二十年級每三天都要花一千多塊 會死我 我想說我來這邊工作 所以我後來我就去中藥店 我想說醫師這麼厲害 我如果能夠學的他 我如果能夠學會藥草 學會拔的話就知道我多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 我就去當 我就去那個怎麼講 就去當學術 那當然醫師也會很之一啊 那請教會來折 我就說對啊 我說我認真一定要 那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努力這樣子 然後呢 但那一鄉鄉就叫我七點 我七點要去拍攬打掃 然後中午就會在他們一邊吃 他們有請人煮飯 吃完 睡覺 對不對 完全是非常非常虧欲的生活 這樣子 然後晚上八點 八點的下班 就是這起小哈斯都會去 這樣子 那後來是因為 本來是有一直想要做下去 我也吃了療肚 可是呢 呃 怎麼講那個東西還不是不是我 就是那個東西不是你的 即使你很想去做 應該是做不到 因為後來我們那個老闆就 不知道啊 我們的中醫 中醫師就說 欸我們中醫是拜老祖的喔 我怕你聽我 是拜老祖的 你知道那個 所以喔 要拜拜 要去廟裡面 要什麼 類似受洗那種 我不知道什麼 他就叫我說要去廟 跟他們假日 除了禮拜一 禮拜六要上班 再來禮拜天 要跟他們去拜拜 然後我就想說 這課呢 我怎麼可能被 在信仰上被 被那個要求呢 然後我就 然後你知道就是 那是不適合我的東西 是我影響 所想要的 可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 影響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不適合我的特質 所以我後來也就離開了 那中間做很多玩具 其實搬想說 我要搬到很偏僻地方 很便宜 然後我生活會很低 然後我要買手創作這樣 可是事實上 因為我的問題就在於 我什麼都有興趣 我到底要創作哪一項 然後所以我那生日 住在一個淡江大學的附近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是從不專業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大學是一定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我每天去校園 旁聽 然後他們有看電影 什麼電影這樣 我就去看這樣 結果呢 因為我住太遠 我就一直走走走 上山下山 上山上山 就走到長極眼 然後走到 而且房子很爛 就一直沒有熱水 所以我把電鍋放到浴室去加熱 你知道我都不知道 我會被電死 我都不知道 幸好我沒有被電死 然後 總之什麼漏水啦 什麼事都發生啦 然後走在路上 還會遇到色狼 因為台岸了 你知道色狼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我們這樣走 很靠 所以你倆不要靠右邊 你要靠左邊 靠右邊 來人都不知道 他就讓摩托車騎過去 手一摸 然後他就嚇死了 就嚇死你 你是要快跑 還是怎麼樣 然後 只要把它換到左邊 就非常可怕 就是後來呢 你知道 那也不適合我 就是你知道 搬到身輕鬆讓他去寫作 我是不對的 不適合我的個性 所以那時候我的 唱片公司的老闆 因為我的唱片公司老闆 都是一直很愛我 就是 每次我去哪裡 他就說沒關係你去 然後知道我的生活不下去 然後結果說 那你回來 你只要上一三年就好 或是你每天只要上 我來上班 下午你就可以走 或是有時請教員 他就每次給我各種 威脅引誘就是你 我又會回去唱片公司 所以我一直 每一年離開唱片公司 又每一年回去 所以呢 也練就有我 可以隨時接各種案子 的一種能力 所以呢在我 可是我不敢做什麼工作 就是辭職想要創作 那我不知道我這個創作的 源頭是來自哪裡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 你知道有人就很擅長寫小說 有人就是畫圖一畫就很棒 可是我又不是這一種款的 那為什麼我這個 東西是來自於哪裡呢 那總之呢 我一直在辭職 我每年都在辭職 那有一年我辭職了 就沒有工作了嘛 也沒有收入了 但那一年剛好呢 就是十號出版 要辦一本雜誌叫做金駭獎 那這個雜誌是那時候 就是目前在出版界 就是很有 就是就是好名利先生 單貨出版社的老闆 他那時候是要辦這個雜誌 所以他們都想把事情做得很大 所以後來就辦了一個漫畫的比賽 那漫畫比賽有三個項目 一個是連環漫畫 一個是那個四個漫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四個漫畫 另外一個就是漫畫評論 那我記得漫畫評論好像是李律家 然後是李律家這個家 然後呢 連環漫畫我忘記是誰了 然後呢我那時候 其實我從來沒有畫過漫畫 從來沒有 我之前我所做過的創作是寫歌詞 或是你知道嗎 廣告文案 廣告文案到底是不是創作 寫文案是不是創作 我也不曉得 但是我寫了很多的文案 那我從來沒有 我都是文字型的 但我沒有到畫部分的部分 而且甚至我覺得我不是很 我好像我對自己畫 因為我是沒有發展畫這個 雖然我小學有參加過美術比賽 但是我一直沒有發展畫這部分的領域這樣子 所以呢 是因為我想說 我想說反正嘛 四個漫畫啊 又沒有說一定要畫很好 對不對 連環漫畫你第一頁畫出來的主角 要跟翻到中間 跟翻到後面都要長得一樣 那很難畫啊 那很難畫 然後我只能夠畫有一點類似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去參加四個漫畫 其實我參加四個漫畫的比賽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寫了太多歌詞了 是沒有用到的 因為我的 我的歌詞應該也是寫得不好 所以沒有作為被推稿 然後我只或者是有一些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很好的點 但是沒有辦法成為我的歌詞 所以就留了一大堆這種東西 我先找一下吧 我講的有點 我包容自己的那個活動畫的一樣 就是 那我以前寫歌詞就是一個欄子 就是一個欄子 那這三首是因為有備用 所以我恰恰都丟掉了 好我過去就是寫了一堆這種東西 然後呢 我想說這種東西它並不好笑 它只是一個情緒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寫的這四句 啊又把它割起來 分成四個 這樣我就可以變成一則漫畫了啊 而且有很多很好的idea 就是沒有我沒有我那時候的創作沒有辦法那麼成熟 就是只有一個點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點來畫漫畫 所以那時候我自己就設計一個角色就是我自己 好 然後我的那個創作漫畫的名字叫姊姊日記 就是一個大約三十歲的女人住在台北 然後茫然的那種生活 然後呢 在未來人生的茫然 還有感情上的茫然 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畫了 那我當然我是畫得很難 我本來要拍我那個漫畫的內頁 但是我自己 我那個漫畫就覺得把我自己的都沒有 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那這一本呢 在這裡 就是伯克萊面空下來對不對 其實我應該這樣子 好 我應該是要這樣子這樣 我做了什麼事 錯了 這個 好 這一本 好 這一本 就是這一本姊姊日記 然後那時候呢 比賽的資格就是畫二十則 二十則 而且 而且 說很簡單也不是相當簡單 就總之我湊出了二十則 而且我畫不去了 而且他那時候要的就只有黑白了 我又去那個美術皇買了一些網點 把他貼一貼 其實我完全沒有送過那種美工訓練 我是把他貼一貼這樣子 然後就送出去了 送出去 隔一陣子就被通知說得獎了 就是後來就頒獎 頒獎呢我就獲得了第二名 第二名 然後呢 金駭獎 那我是銀駭獎 然後那個獎牌 我一直保留到去年 我把它丟掉了 就是 就因為你知道我 我講我 我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我是搬家的人生 我沒有辦法留東西 我留東西 是給我自己帶很大包的 我還是想說最後 我想最後得過這個獎 就OK了啦 丟掉了 好 然後因為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呢 所以我的姊姊日記裡面 20個 就是我就得了第二名 可是你知道嗎 第一名從缺 就選不出第一名 那給我第二名的意思就是說 你做的還蠻特別的 但是你畫的不好 你就是不成熟 這樣 事實上本來就是不成熟 我就畫那20個 我就畫那20個 我就突然變成第二名 而且那個時候因為出版界 想要再推一批新的漫畫家 所以他們發了很多的 就是做了一些報導 所以只要講到 台灣女性漫畫家 我就會被拉進去 只要講到台灣興銳漫畫家 女性漫畫家是我張妙如 我們就會被拉進去 台灣興銳漫畫家 我仁惡熊就會被拉進去 就沾仁熊 就是製作人類 然後 然後 你知道嗎 至少張妙如跟張妙熊 他們雖然 他們都是也是會畫圖的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只有那20個 所以那時候被稱為方畫家 我就是 我每次都會說 喔 不好意思那個 我又不能說 沒有啦 就是不小心得點 這樣我被方畫家 真的很多申請 我又不能夠這樣講 我就說 你敢當不敢當我 我是創作人 應該是我的創作者 我一直把我自己定位在創作者 OK 然後呢 可是呢 解決日記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有一波想要退 所以中文時候就找我 做每週的 就是每個禮拜都要給他們一次 所以我很快就累積了一本書 那樣 所以我就出了一本 解決日記 然後那時候 我有很多很多的讀者 都是這一本的時候聚集來的 就是變得我的很 變好朋友對不對 然後呢 之後呢 時報週刊 竟然又找我 是我然後最高的稿費 一夜 就是 因為本 就是 時報都會買稿費很不錯 對不對 所以又幫 幫我 就每個月 又幫我賺一頁錢 我就一直這樣子苟言殘喘的 在維持的我的生活 然後幸福人遊戲 那時候 原本是第二本 那第二本那時候 我就想說我不要畫四個 不要畫 亂七個可能八個可能十二個 我就不想要被局限 只是我一直不想要被 一種框架局限住 要去配合 事實上配合那個框架 如果我們每次都畫四個 配合框架有種敏感 就像虎詩一樣 七言絕對 你就是配合他 就是有個敏感 那 可是我 可是我做不出來的時候 我有另外想法 我可不可以不要配嗎 所以我自己 那我自己一直在 找一個 找一個出路 可以做創作的 所以我有了第二本 我的第二本漫畫 這樣子 然後 好我們再回到那個 回到 所以呢 怎麼講呢 就是 我變成一個漫畫家 就是莫名其妙變一個漫畫家 那 那我不敢說莫名其妙 因為會傷害到別人 努力很久的漫畫家 所以我一直想要 後來我出兩本書之後呢 就是 開始有出版社找我寫書 可是那時候我很猶豫 我對於書的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對 我今天本來還有一個重點 我剛剛忽略了 就是 其實今天我們講突文書啊 是非常簡單的一個類別 就是你沒聽就是 喔懂你們的書是什麼 可是在我 在畫漫畫的這個年代 我在畫漫畫的時候啊 就是 圖文是沒有圖文書的存在 是 分類這種文字是文字 圖畫是圖畫 沒有圖文書 就是你要去書店買 並沒有圖文書這個選項 嗯 然後呢 我那時候還記得 我出漫畫的時候 是我的漫畫 就是我這個人做的事情 都沒有一個 都沒有辦法分類 就是我自己發現 可能是 就是我一直都在做一個 沒有辦法分類的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漫畫出來 那很高興嘛 自己的一本書 我就會跑到金石堂去看 我的書會改在哪裡 會改在哪裡 然後當然因為不夠大台 所以不會改在台面上 我就去書架找 書架是要找什麼呢 找漫畫 我又不是連環漫畫 然後找後來發現 喔那我要 可是其實 我就我要找那種 類似朱德庸 敖又翔那種四格的 因為他們是最老台的 台灣的那個四格漫畫家 他們都很棒 所以我就去那邊找我 我找不到我 他們又搞好分在那裡 他們又搞好分在兒童區 兒童漫畫 因為我是姊姊 日姊 是一個姊姊 所以在兒童漫畫區 然後我就抽出來想說 我不應該是在這裡把它抽出來 我想說我要放回去這裡 可是 可是我也不是熬悠鄉 他們那一種很好笑的 我的書裡面有一種悲哀耶 所以不是悲哀 就是一種很迷茫的感覺 所以我不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邊找 我應該要放哪裡 然後 可是找不到 我就不用給他放去 兒童區 然後 當然過不久之後 我遇到詹仁兄 他說他有這種抱怨 他說怎麼會把我的書放在兒童區 對 就是我們這種類型的 在那個時候 即使是漫畫 我們可以被放在漫畫內 但是也沒有辦法去喝了 然後那時候 還沒有讀文書 一直到 當然因為我一直是被 你知道 辛瑞漫畫家 台灣女性漫畫家 所以我每次都會 記者每次約 因為三四個人 那每次都有我跟他妙女 其實我跟他並不同時 之前 那因為就是我們都成為很快的 他之前是做武藥設計 可是他有一年 待在漫畫工作室當助理 所以他拿到一個什麼獎 或是他賣的文房 是理所當然 那我其實有點不理所當然 那 所以我就見面 就是記者女生問一個問題 問到我 我的回答不到 我都不會害羞 因為他回答的 然後 問到 然後問到張妙如 每次我回答張妙如就覺得 嗯 我們講的沒有道理 然後呢 問到張妙如就 因為你們從他講的沒有道理 所以自然來拿三次之後 我們在記者訪問館之後 我們就會繼續喝咖啡 然後 我們去喝咖啡 就 張妙如就 就好像就是認識兩三次而已啊 張妙如就說 欸那個 我跟妳講 我有 我現在是要講 交換那些三次 OK 他就說 那個妳知道嗎 有那個大塊找我出書啊 我說蛤 大塊找我出書嗎 我先說他怎麼有找我 我 我還是那個 好像辦了那個活動 沒有啦 就是 這信息太多了 沒有六四一種 我說 那他在找妳喔 他說 不是齁 結果就是在月底啊 剩下幾句而已 我一個字都會寫 然後我就說 哇 那怎麼辦 那妳要加油了 然後 然後過一會兒他就看我們說 欸我們兩個一起寫好不好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工作 沒有小孩 那 就是沒有人可以干擾妳 當然有工作機會就要做啊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寫歌詞 寫不出來的時候 張妙如也有幫我想 就是我們兩個就在咖啡廳 就在那邊想這樣子 好 總之呢 那那個時候是一個 我們兩個派 雖然已經30歲了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 雖然我們可能29 我們已經30了 我們雖然已經30歲 可是我們還是有少女班的 你知道嗎 高中女生班的 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是家家隊 類似的那種的 的那種心情 然後呢 他就說 那我一起寫 然後我就說好 好啊好啊 那 那怎麼一起寫 然後張妙如就說 不然我沒有船燈 就是用船燈機船好了 好啊好啊 然後我就回家了 就是我們的討論 其實是沒有更多 然後回到家 我第一天應該是說 張妙如吧 他寄來給我 他一開始 你要回家 然後他要到樓下 樓下的那個植物快死了 然後 那怎麼辦呢 可是他又沒有水桶 所以他要塑膠袋裝水 然後從那四樓一直走到樓下 然後我就說喔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了 然後就收到樓下就傳傳傳 就沒想到 我們真的 我們那三個禮拜 就寫得上該多頁 然後 因為 我們真的是日以繼夜的 就是他傳過來 我們馬上傳過去 一天可能會搶兩次 然後一次可能有三夜或四夜 這樣的數量 我們一下子就寫完了 寫完就真的 就交稿一起交稿 然後呢 可是我們交稿的時候 我們想說只是你知道就 就是交稿嘛 交了就好了 沒有壓力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啊 我們的編輯韓秀美小姐 她就很喜歡 她又給好些人看 好像說真的很好玩啊 結果就出了 我們就很快就出了 出了之後就沒想到 其實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寫得很急 然後馬上就傳裡面 我們回來看 所以其實裡面無法有錯字 然後自己有發現錯字 就這樣圖一圖 就不管了 好我為什麼翻一下 我的交換日記的 前期喔 交換日記 好看一下交換日記 就是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 你知道我們的想法 就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人寫一篇 一人寫一篇 你寫完我寫 我寫完你寫 然後封面一人畫一半 封頂一人畫一半 然後就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呢你看我們交換日記 個人負責個人的 然後呢 頂多 比如說 可能張茂如先畫完 他都心多 我說他每次都很快 他先畫完封面 先下手圍牆 那我就來配 我就會去配他的底色這樣 那我們的所有東西都是 都是一人一半 反正當然是一人一半 然後呢 總之 就他自己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去寫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那麼 沒有心機的 沒有操作的 就是你寫給我 我寫給你 啊封面怎麼辦 一人一半 就這樣子 然後呢 他也不會去糾正我說 明明你可以寫這樣這樣 沒有 我也不會說 張茂如你不要老是寫這種 那我很難接 從來沒有講過 我們只有在第七題的時候 少多一次 講 這樣子